《一馬莫重》 第28章 叫《一馬莫重》 心源一馬的那個 《一馬莫重》就不要放重了 《一馬莫重》章 《一馬難調》 色惑宜弊 我們的心念 它是很難調伏的 就像是拖江奔驰的野馬 所以叫《一馬難調》 色惑宜弊 一般男女情欲淫欲 都以這個女色做代表 像女色之禍 你應該懂得去避免 所以所有的眾生大部分 男生愛女色 女生呢 愛男色 無時以來自情帥意 放縱自己的情欲 看到喜歡就想去交往 就想去認識 就想去追求 無時以來自情帥意 心源一馬 行下想 學佛修行解脫 對呀 人生短短幾十年 學佛修行是 人生之必須 不可或缺 來了一個漂亮的可英俊的異性 人生之必須不可或缺 暫時或缺了 心源一馬 所以有的同修 他就是懈怠 或者為事犯戒 你說你能不能發心 我很發心啊 那你為什麼還會做錯 還是犯戒呢 還是退道呢 他就是會這樣 他發心的時候很發心 一由禁戒來他不行了 所以叫做一馬莫縱 這個一你應該去調伏自己的心意 調伏自己的意念 不能放縱他的 所以心源一馬 他有一個結果 叫什麼 九受輪迴 他會九遠結 在這個三界六道輪迴 無法處理 如果是一個貧窮的人 他會在貧窮的境界裡輪迴 如果是一個短命多病的人 他是在短命多病裡面輪迴 如果他跟一些邪行的人做六親做朋友 他會在這個邪行的領域裡面輪迴 他出不來 非常可怕 所以佛陀他非常慈悲 開始了 看經文 佛言 佛言 甚物性如意 如意 如意 不可信 甚物與社會 社會 即獲生 得阿羅漢儀 乃可信如意 他講 佛陀佛老人家開示 甚物性如意 你不要 你要謹慎 你要謹慎 這個慎 你一定要謹慎 謹慎什麼是 你不要輕易的相信你自己的痴心意念 什麼叫痴心意念 痴就是自己的己見 非正見 邪見 乳意 我們凡夫的意念 都是痴心的意念 比如說你需要買一個智慧型手機 你不是已經有了嗎 現在出新的了 那就是你又起了一個痴心意念 我覺得最近很無聊 交個女朋友吧 你不是以後不交了嗎 你才剛失戀 對啊 可是現在沒事 這就是你的痴心意念 就是我們常常會起這樣的信念 叫義馬 對不對 但是一下他就要這裡 一下又要那樣 所以佛陀講 甚物性如意 當你的痴心意念起來的時候 如意不可信 你不要隨順他 你不可以相信他 最近喝了男生喝了不要酒 你看這個好色的男人 那他自己一個人生活 那怎麼樣 他會去嫖妓 最近補油酒精釀 不錯 不錯 效果真好 來去吹一下 來去這樣小套一下 對不對 這是你的痴心意念 佛陀講的 如意不可信 你不要就去了 你要起正念 不對啊 這是痴心意念 我要挑副我的義馬 你已經吃素了很久了 人家跟你說 這個 冬至到了 喝一杯 不然你這個肉 補一瓶 你喝這個補湯 對不對 你就沒吃到肉 你就沒補到這個肉骨 應該沒關係 我做到滑鼻 你就 如意不可信 當你想喝的時候 你不要相信自己 你不可以隨順他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這裡 如意痴心意念 那都是自己的極見邪見 接下來講什麼 聖物與社會 社會即獲勝 你要小心啊 謹慎啊 謹慎什麼 物與社會 不要招惹色相 尤其是男女色欲之事 你不要去招惹 網路交友 參加男女的婚姻介紹 相親 約會 幹什麼的 不要去 佛陀他講 你不要去招惹這些色相之事 聖物與社會 我住在公寓 樓上有一個女的 這個就是已經 先生啊 往生幾年了 這女的看起來是良家婦女 我們呢 正人君子 天氣這麼冷 送一個什麼熱的飲料去 應該沒有關係吧 對不對 一次送兩次送 這就是什麼 社會 奇怪人家沒有你送飲料 人家就會凍死在樓上 偏偏你這麼好心 你送了飲料 結果跟人家發生協議 然後大家在那邊打來殺去的 告到法院 告亂七八糟的 丟人現眼 是不是 所以聖物與社會 社會即獲勝 當色欲交會 叫社會 你招惹色相 就有色欲交會 招惹色相就是色欲交會的前行法 對不對 你總在做這些 易惹禍生災 所以這個社會 尤其這個社會這兩個字 它包含的範圍很廣 但是它特別是 在講男女 她的欲望之心 想沾染外緣的這樣的一個心 當你這個欲望掀起你就要注意 社會即獲勝 什麼獲呢 災獲結 罪惡就生起來了 你每次都在賭了 你哪一次賭書你的災獲就來 有的時候就喪命 所以色欲交會 以惹獲勝災 叫社會即獲勝 有時候你看這個男女 你這個跟人家交接互動要很清楚 要很謹慎 得阿羅漢儀 就是你正得阿羅漢國 阿羅漢是怎麼樣 見色以不動心 他見到這個男女情欲 這個色相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那個心了 心都不動了 正阿羅漢國的佛陀講 乃可信如意 你才能相信自己 沒有正阿羅漢國之前 為什麼都要去清淨善知識 去請問善知識 因為你如意不可信 你不要輕易相信自己 所以我們應該 學佛修行要常常警惕 世纪學佛修行 當初的出發心 是不是還保持著 我在學佛修行 我是要求解脫 修清淨 我怎麼現在這麼染濁呢 我想當初就是勵志 我們的家族很苦 沒有人修行 我來修行的家族有希望 大家都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看看自己的出發心 有沒有保持 修著修著 要自我 檢視 你對這個境界 是否不會動心 你對很多的境界 尤其這五欲的境界 你是不是 心越來越淡薄 越來不動心 尤其清修或者出家的人 如果沒有 你一直在忍耐 你一直在憋 一直在幹什麼 對不對 有危險 要加把勁 要更上一層樓 那如果 同修你連這種 男女情欲淫欲都不遮止的人 放縱自情情欲這樣的人 那你要小心 你可能在現實生活你會得逞 你可能就會去覺得說 那是一件快樂的事 你可能會去暫時的體驗到 但是你會往三惡道走 這後果是你難以想像的 還要解釋 是不是對 世間的情愛 已經越來越不吃心執著了 吃就是非正見 邪見 你注意他特別執著 特別愛那個東西 都有邪見在裡面 都有私心 都有己見在裡面 你注意看看 我特別愛我這個女兒 我這個女兒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 我就不能活了 是這樣嗎 那別人的女兒早就死了 她怎麼活到九十歲 偏偏你女兒有三長兩短 你就不能活 那就是有自己的私心邪見 非正見在其中 對著世間的這種 情愛 不要再吃心執著 不要再去強化深化 學佛修行要常常反觀 要檢討自己